民进党当局日前拉拢美日等国人员举办所谓的安全对话 就台海局势大放厥词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民进党当局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妄想借助外部势力 以武抗统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 是将台湾民众推向灾难 只会自取灭亡 我要强调的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